冠軍 我去了這部演唱 對ф край 給 じゃん為俸操這個角色 每天都在一直吵說他要去 可以去出國比賽這樣子 然後如果他沒有去 可能他可能會哭我這個 可能會流點累 真心 有想哭對不對 有啊 打哈欠 打哈欠真的嗎 聽到水耳給你杯狂 我的頭痛 如果聽到不혼的 Sky-Ding 那就不用去了 我們原住民的孩子 應該都會唱歌 可是我來到分校的時候 我實際的狀況不是 唱的歌是都平平的 因為小朋友不會唱歌 小朋友就是自己玩習慣了 所以我很喜歡唱歌 我自己一個人唱 可以唱得很好 但是畢竟這是一個合唱團 所以他們要有一個 很大的合作的概念 對於那個責任 我自己要唱好那個責任 這一方面真的一定很大 很厲害 對… 面對小孩子其實普遍信心都不足 有些小孩子就直接跟我說 我不會唱 他很特別 唱歌這方面 跟其他小朋友比起來 天分相對比較少一點 這支可以用 沒有陰阻 所以你要去想清楚 你現在的角色到底是什麼 一開始拿到那一份譜的時候 他說老師那個 我讀唱我可以黏這裡 他在大家都還沒有 註印到的時候 他就自己透透把譜背起來 四十五個都背得好好的 把自己編得更好一點 從別人啊 自從接觸了合唱之後 除了他自己改變他自己的學習態度 他自己的課業成績也慢慢提升 一回來就是到外面玩啊 然後叫也叫不動 但是練和參團之後改變很多 一回來就是一直在那邊啊啊啊啊這樣 就是在發音啊 然後鄰居也是說 欸奇怪 那個誰的聲音啊 因為小孩子不是只有他在讀書 費用的話比較出不出來 回來了 有可能沒辦法去回演他耶 對啊 不會哭嗎 不會 不會 等到一關 差不多 大概三分之二的學生 是屬於單親或是個帶教養 只有三位小朋友有親以下 自負荷的部分 一萬五到兩萬五之間 絕大部分的團員 大概都沒辦法負擔 自己的卡已經都準備好了 校長說無論如何 他都會帶孩子出去 完成這個夢 我們都給孩子一個目標 就是永不放棄